這一家聽說有個平價等太風之城 他們家的師傅是在等太風待過 然後自己出來開店 他們招牌必頂的排骨炒飯 它的那個排骨炒飯下面的炒飯 完全就是那種蛋炒飯 欸它其實那個蛋的份量感覺很多 我覺得它的炒飯包容是還有一個鮮味 它那個飯是炒的粒粒分泌的那種 越吃越上癮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這個超厚的牌子 這排骨超Q的 然後呢這個是蝦仁炒熟 好吃 這個炒熟跟頂開通的炒熟比起來怎麼樣 非常危險 好吃 裡面有一整個完整的蝦仁 還有肉餡 這個是分量很酥的喔 沒錯 好吃 哈囉大家好我是Lita 我是Lite 今天呢要送我們Joa的排隊美食 沒錯我們有一陣子沒有發排隊美食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太熱了 沒錯 最近好不容易天氣有點轉涼了 我們想說要來 再拓展一個新的區域 就是哪裡呢 新店區 沒錯 我們在開拍之前呢很認真的研究了一下 新店大家有沒有什麼好吃的排隊美食 因為說實在新店我們兩個都不熟 對沒錯 而且我們要來新店要花很長的時間 對其實蠻遠的 所以呢這次呢我們就好地做了功課 想來推薦大家幾家新店的排隊美食 好啊來啊我們現在來到我們家叫做小熱精緻麵食館 我們剛剛有稍微後衛了一下有等了大概20多分鐘 這一家啊聽說有個平價的排風之城 他們家的師傅是在排風待過 沒錯沒錯 然後自己出來開店 沒錯沒錯 然後我就來試看看它到底 真的是不是像排風一樣好吃 他們招牌必點的排骨炒飯 然後這個是它的麻辣雞 然後外加一個小小消息 聽說我們今天點的是今天最後一份的麻辣雞 然後呢這個是蝦仁炒手 好那我就先吃一個味道比較淡的炒飯 它其實就是淡炒飯上面放排骨 我覺得挺泰風的比較香一點 但是它的味道比挺泰風的還要重 排骨看起來很厚 很厚 很像是我們吃那種肉條 蜜汁肉感 對蜜汁肉感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味道不錯 它不會因為說它的本身肉塊比較厚的關係 讓它肉質變柴 它的炒飯沒有說到是超越挺泰風的炒飯 但是就它的價格跟它的CP值來講 它我覺得它蠻大分的 聽說這個麻辣雞是可以讓不愛吃到人都敢吃的 今天最後一份麻辣雞 它麻辣雞的醬超好吃的 有點像那種南洋菜的感覺 酸酸辣辣 然後有一種芝麻香 麻醬的感覺 對麻醬的感覺 因為它的雞我剛剛吃掉好嫩喔 我吃厚一點的感覺 麻辣雞必點 它看起來很像雞胸的部位 沒錯 它冰冰涼涼的吃起來很爽 它的麻辣雞 真的必點麻 不會辣 微微的麻而已 我看到有人說 它用那個麻辣雞的醬汁淋在炒飯上面 怎麼樣 脫起來了 如果說它麻辣雞賣完 我還會怕要那個醬汁淋在炒飯上面 它的那個排骨炒飯下面的炒飯 完全就是那種蛋炒飯 它其實那個蛋的份量感覺很多 你目前這樣子蛋吃炒飯 你不會煮它沒有 但是我覺得是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炒飯 不知道有沒有吃來那個 鮮味 那它的飯是 炒的粒粒分明的那種 越吃越上癢的感覺 然後吃一下這個超厚牌子 這牌子超Q的 來吧 素比它靈魂 加一下麻辣醬汁 這個醬汁不會辣 是香的 它芝麻的香氣很重 黑芝麻 最後來吃一下它的蝦仁紅油炒水 嗯 好吃 這個炒手跟鼎泰風的炒手比起來怎麼樣 你怎麼不見 它醬汁也是不同路線的 我覺得要醬汁更川味一點 對 沒錯 我就想講川味 它的炒手是好吃的 紮實 然後吃 我覺得它的炒手我比較愛 它們家炒手味道比鼎泰風的更重 然後價錢也更便宜 八坡炒手差一百塊 這個炒手的醬汁也是要零炒飯 你要講 賦予它靈魂的咒語 好吃 裡面有一整個完整的蝦仁 還有肉餡 怎麼是分量很足的喔 沒錯 網路上稍微查了一下 它跟鼎泰風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們有小籠包 嗯 所以如果說你是想吃小籠包的人 就不要來這邊 其實我們本來還有想要點 獅子頭湯麵 或者是油豆腐丸子細粉 這兩個好像也是滿多人推薦的 只是我們的胃有餡 我個人也想試試看 如果大家有來試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們好不好吃 沒錯 這家店的話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試試看看 這家店的話 真的就是 鼎泰風平價的選擇 4.5 10.5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家 也是聽說來新店必吃的 在岡山羊肉 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我的驚笑就在岡山 那你有吃羊肉湯嗎 有 很常吃 我剛剛有問老闆說 他們必點的羊肉湯是什麼 他們說一定要點帶皮的 這個是他們帶皮的羊肉湯 裡面呢 我這樣子目測是6塊 還有這個是他們家的乾麵線 這盤是他們招待的青菜 先來喝一口湯 好清爽喔 甘甜甘甜 然後中藥材的味道 但是有一點當歸路線 但是又有羊肉的香味 喔 好好喝喔 喜歡 我這樣子目測 它的皮是還滿乾淨的 如何 它的皮超Q 但是不會像牙 像皮筋一樣 我配合它的湯 30塊 這一個3塊 這湯好好喝喔 這碗150塊 你覺得怎麼樣 確定喔 不便宜 但如果你是愛吃羊肉的人來的話 你會很開心 我覺得它羊肉厲害的地方 超的皮 這個湯我可以自己喝掉一大碗 吃一下它的麵線 它是有一點粗度的那一種 麵線以上 麵條以下 我剛剛看到它麵線上面 有淋一大坨的蒜米 所以我剛剛攪拌的時候超香 蒜味也超重 然後它上面有淋一坨那個 油蔥酥 肉皂 很香 然後它的麵線不會到很爛 有嚼勁的那一種 我想要淋一點羊肉湯進去 嗯 麵條進去就好吃 會變得更濕潤 然後有點當歸味 我跟大家講這就是完美的一餐 羊肉湯麵線 燙青菜 我們現在呢來到這一間是 新店很有名的超人鱸魚湯 聽說這間店已經開了二十幾年了 然後是近幾年呢 有搬到這間中口比較新的店這樣 之前是小攤販 好 我們點的這一碗呢是 加粥鱸魚湯 它是一整支的喔 我們來的時候他們家的鱸魚 頭、中段、尾段都賣完了 還有他們家必點的豬腳 這個是中段 這是油骨的 你看這個可愛 巨大無比耶 而且是這種肥肥的有泡泡的鱸魚 這種橙塔的味道也很香 沒錯沒錯 鮮甜然後濃而泥膩 沒有感覺 這個真的超大顆 你看 喔 我跟你講 蛤蠣就是要吃這種圓圓的 有泡泡的 你咬下去它那個蛤蠣的汁 鮮味會爆開 它一碗湯裡面有超級爆多蛤蠣的耶 對啊 而且好酷 我竟然還有看到枸杞耶 然後你看那個湯 融融的清澈 但是它又白 怎麼都精華在裡面 加州鱸魚 你看超大片的 今天的時價是400元 聽說加州鱸魚的肉質是比較細膩的那種 它肉的部分也是很多耶 你看 一夾一台就超厚的 它的肉超細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嗯 這個肉質是沒有很嫩的 然後帶了一點微微的Q度 它不便宜 但是它跟它實料 不管是湯還是肉也好 都精彩食藥 而且它超新鮮的 一口魚肉 然後配著一口湯 超鮮 豬腳 全數都有豬腳 滿滿的膠質 整個嘴巴都附著那個膠質 讓它有飽和感 它腳看起來很Q耶 好讚喔 我會想要買它的豬腳 就是在一個麵線 然後配著食分的吃片 它的豬腳麵線應該很讚 它的豬腳的味道有點偏甜 它是屬於比較清淡的那一種 然後 味道很死鹹 對 然後 我剛剛這樣子吃的那塊豬皮 因為我現在目前看下去的話 表皮的處理很到位 而且腳都沒有毛耶 對啊 沒有毛 我超怕吃到豬腳有毛的 天啊 看起來太爽了吧